北约峰会之后,尹熙岳是突访乌克兰,背后有什么阴谋呢? 还没疯狂吹捧尹熙岳的背后,又是什么原因? 大家好,我是李哲,在立陶宛举行的北约峰会上, 北约成员国对中国和俄罗斯,尤其是俄罗斯,极尽批评之意, 并对乌克兰表达了深深的同情之意。 韩国虽然并非北约成员国,但它是北约的伙伴国, 再加上美韩关系匪浅,所以尹熙岳也受邀参加了峰会, 并且在会上和别国沆险一气,一副美国虔诚信徒的姿态。 峰会结束之后,尹熙岳更是马不停蹄地赶往乌克兰首都基辅, 并出于所谓人道主义对于受灾严重的平民区进行了巡视。 按照韩媒的疯狂吹捧,尹熙岳的这一举措, 近显所谓大国担当和全球中枢国家的本色。 尹熙岳突访乌克兰,这背后有什么阴谋呢? 我们来盘点一下,第一,响应美国的政治要求, 且为韩国挽回尊严和面子。 北约峰会上,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依旧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 且乌克兰虽然并未正式加入北约组织, 但也参加了这次北约峰会。 所以尹熙岳此时造访乌克兰,正是顺从美国和北约的意思, 对乌克兰表示关切为其撑腰。 另外,尹熙岳此举还有给韩国给自己挽回面子的意图, 毕竟,前段时间尹熙岳刚在国内对着万千群众放出了豪言声称, 韩国已经金飞西匹,就算对上中国也不会再和过去一般弱势, 更甚至尹熙岳还大言不惭地将韩国定义为全球中枢国家, 也不知道这是依据和底气都来自于哪里。 最为讽刺的是,在尹熙岳大放厥词后的不久, 去年各国GDP数据出炉之后, 作为全球中枢的韩国地位竟然不升反降, 直接跌落前十,沦为第十三。 这让韩国顿时沦为世界的笑柄, 可以说,因为尹熙岳的一句,韩国是世界中枢, 韩国自己把自己都给骗了, 学会了自欺其人。 所以,尹熙岳此时访问乌克兰也有挽回尊严的意思, 这不,尹熙岳一行动, 韩梅立马跟上大肆吹捧总统的至人至善之举, 的确,站在人道和公义的角度来说, 在俄乌争端激烈的档口, 国家的一把手造访乌克兰首都, 也难怪尹熙岳和韩梅以此为由头来证明韩国全球中枢地位和自己的所谓大国担当。 其二,去的原因就是想要推进乌克兰的援助进程, 因为俄乌经济和军事实力差距, 所以乌克兰一开始对上俄罗斯的胜算就不是很大, 所以用乌克兰拖住俄罗斯的发展步伐, 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就必须对乌克兰进行援助, 尤其是军事援助。 也因此,尹熙岳此次访问乌克兰也有和泽连斯基商量, 继续推进对乌克兰的援助计划, 不仅是资金上的人道主义援助, 还有军事物资上的援助。 从这一点,从两人的会谈后公布的联合声明, 你就能够看出其中的端倪。 尹熙岳的意思, 同北约国家在峰会上的发言一样, 即韩国会继续大力支持乌克兰增加其对抗俄罗斯的砝码。 而搞笑的是,尹熙岳一方面帮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 而另一方面还极有分寸地表示, 韩国并不会给乌方提供任何具有杀伤性的武器。 至于其中的原因, 一是出于所谓人道主义, 不想引发更大的灾难和伤害, 二是需要考虑韩俄关系。 虽然韩国在俄乌争章中并不站在俄罗斯的一方, 但并不代表韩俄关系就彻底破裂, 韩国还需要为今后的外交来考量。 你会发现, 尹熙岳对待俄罗斯的态度跟对中国的态度有点相似, 他不怕得罪你, 但是又不完全得罪死, 总是要给自己留一些后路和余地, 然而事实真能如他预料的那样美好吗? 不堪未必。 就拿俄罗斯来说, 因为美日韩等国的不断干涉, 俄罗斯在俄乌争章中损失越来越大, 经济、科技、文化以及军事等方面的发展也被大大拖延。 就在这种情况下, 不管俄乌争章最后结果如何, 普京都未必会放过这些国家, 就算是动不了美国, 那么其他国家也会受到连累。 正如前段时间, 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所言, 普京手里有足够的兵力, 不会轻易放过这些国家。 至于中国, 只要尹徐越还打着抱美国大腿, 一心跟中国作对的心思, 只要尹徐越依旧干涉台海问题, 妄图分裂中国, 那么中国必然不会给你好脸色。 所以尹徐越如果还想考虑中韩以及韩俄的外交, 是时候自己反省了。 好, 今天旅途观察就是这样,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